好 接下来讲到高雄这家非常知名的农场 现在遭到前员工要爆料 原方不当照顾小动物 为了省钱 您看到刚才这一幕 用着槟榔剪呢 替水路剪指甲 很多动物都因此受伤 饮水系统还有包括饲料槽不干净 还涨躯 离职之后索性跟动保处要检举 下午呢动保处人员来到农场要稽查 关于环境状况是没有查到任何异状 动物们身上的伤口也都接受治疗 逐渐恢复 动保处将会进一步厘清到底为什么会有伤口啊 动保处人员大动作来到农场稽查 因为有前员工投诉 原方不当照顾小动物 用毛巾包住蹄子 员工拿冰囊剪 明明没有帮水路削过指甲经验 不找专业人士硬着头皮自己剪 多人帮我压制这只水路 然后我来剪这样子 这个指甲过长 然后环境肮脏这个问题 然后反应多次都是 主管都是就是忘记这件事情 前农场员工更爆料 园内有许多的动物都受伤生病 和水路待在同一环境的笑笑牙 黑脸大鼻子超萌 趴在墙边似乎热到虚弱无力 动物生活的周遭都是苍蝇 导致梅花若有皮肤病 马和羊驼也可能因为皮肤太痒 伤了自己 因为之前在农场当饲养员 他控诉原方动物照护环境不佳 饮水和饲料不干净 离职后向动保处检举 从拍照片到你们去鸡茶 这段时间只有几个礼拜 那些路不可能从几个礼拜就长成 像你们到现场看到那么好的路吧 从未遭控诉的农场 民众开心和羊驼 以及其他的羊互动 为食物给他们吃 各个活力满满 还会主动去找游客讨食 看起来是小动物们 没有受到这部分的虐待 如果真的有像被爆料 所有虐待东西 那我可能就来追钱 最近农场在2021年 就被爆出虐待动物 当时被动保处罚了5万元 也停止瞻眼 去年底才又重新开幕 这回又被前员工爆料 动保处继18号击茶完之后 23号下午再度访茶 羊口被伤 他本来是有伤口 他就后来有些人结痂了 那皮肤病毒 他们基本上会有些 会在这个持续治理 都保处表示 环境符合卫生 将进一步厘清 造成动物伤口的原因 原方则否认有虐待动物 强调无论环境 还是动物的健康 他们都尽力守护 要给游客一个近距离 和动物们互动的友善环境 记者许承文 陈立国 黄耀明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